支持牙咽发炎肿痛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陶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考腔科主任医师 支持牙咽发炎很简单嘛 去冲洗啊 到医院去拿 把这个盲袋冲洗干净 炎症就会消失 再一个就是你自己平时摔牙手 特别要注意 炎症也会消失 当你到医院要去评估 你这个牙是不是需要拔掉 如果牙味不正牙 或者是这个牙是用处不大 会有危害 我建议把知识拔掉 这个炎症自然就会消失掉 再不会翻 一般是这样 因为你炎症期的话 麻药上不去 一般炎症期的话 我们打麻药的时候会减量 那个麻药就麻不住 所以我们一般在炎症控制以后 去拔牙 相对麻药效果特别好 但是我一般只要冲洗到位的话 可以不服抗菌素 它如果肿得很厉害 整个脸都肿得很大了 那你用些抗菌素 我觉得也是OK的 帮助这个炎症的精快的控制 如果早期的话 就冲洗一下就可以